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第二局 在3比1领先的情况下 中国队一传出现波动 连丢4分 比分被反超 袁新月拦网得分 对手接连扣球出界 中国队再度取得领先 7比6 袁新月再次拦网得分 8比6 阿根廷队不得不请求暂停 阿根廷队失误确实够多 但中国队主动得分也遇到挑战 始终无法扩大领先优势 王毅竹后攻采线 李盈盈 王远远进攻被拦 阿根廷队追平比分 12比12 李盈盈进攻加发球 连续得分 16比12 阿根廷队连丢4分 请求暂停 阿根廷队一传到位 快攻得分 顺利渡轮 王云露轻调反斜线出界 16比14 李盈盈后三轻调得手 17比14 袁新月拦网得分 18比14 中国队拦网再次得分 20比14 比分已经被拉开 在被追到22比18时 中国队请求暂停 暂停回来 中国队自身的一船乱了 继续丢三分 只领先一分了 袁新月被飞 扣球得分 23比21 李盈盈丝毫为扣球连得两分 帮助中国队25比22再赢一局 大比分2比0领先 中国队各方面表现一般 唯一值得称道的就省难忘了 凋零宇的分球有点怪 和哪一点配合都无法完全到位 和王毅竹完全配不上 和袁新月也很难得配上一球 李盈盈扣球经常都失去重心倒地 也是传球不到位的结果 这样的情况 真不知道说什么好 第三局 3比3后 阿根廷队反超比分 5比3 8比5 阿根廷队眼见中国队拦网实力太强 不再一味发力重扣 而是多用轻调 处理球等 效果不错 阿根廷队又出现状态波动 进攻失误 中国队反击得手 追平比分 8比8 李盈盈在4号会不断突破对方的篮网 阿根廷队一传不到位 中国队抓住机会 打了对手一波7比1 将比分扩大到12比9 阿根廷队挑战失败 但却打乱了中国队的节奏 阿根廷队进攻加篮网连锥2分 12比14 凋零宇二次球 李盈盈后三条整攻 非常规的操作 让对手应变不及 17比12 对手不得不再次请求暂停 多回合防反 王云露眼疾手快 轻拍后拍空档 18比12 凋零宇连续传球给王云露 但王云露已经被对手重点照顾 不断被对手反击得手 中国队连丢4分 不得不再次请求暂停 李盈盈扣球得分 帮助中国队顺利渡轮 袁新月接连南网得分 22比16 中国队进攻连续不下球 被对手反击连续得分 追到20比23 随着中国队篮网得分 中国队25比20赢下第三局 从而以3比0完胜对手 取得小组赛开门红 看完中国女排这场比赛 看着和世界女排联赛相比 进步不大 比赛还是不流畅 一阵一阵的 当然 本场比赛攻翔宇未出场 也许有锻炼新阵容的考量吧 阿根廷女排也就三流水平 中国女排赢得不轻松 让人对世锦赛争承充满疑虑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订阅收藏